嗨 大家好 這一隻鳥鳥 為導演教學來到第二集啦 上一集已經是 去典的事情了 人都老啦 豬也黃啦 過了一年還被抓去授課 現在可是夜屍鳥啦 好啦 話題扯遠了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第二堂課我們要來講的是 關鍵隱格的運用 備茲曲線加速 以及簡易的轉場 那我們就 Let's go 自從第一堂課後 大家開始對了關鍵隱格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我們往後做的很多很多特效 都是從關鍵隱格上去延伸的 像是這種持續追著人臉的畫面 或是這種文字追著人跑的畫面 都是用關鍵隱格把它做出來的 首先 我先說這東西 真的是要耐著性子去做的 而且使用時機要選得好 如果太常使用的話會讓人覺得 畫面很亂 至於使用的時機呢 那就只能靠每個人的剪輯手感啦 好咧 那我們進入到威力導演的介面 我們以這個素材為例啊 我們先連點它兩下 打開子母畫面設計師 接著我們抓出一個適當的大小 以及找出你所要的中心點 以我來講的話 我喜歡把鼻子當作中心點 來去對齊十字線 這個十字線的話 右下角有一個2x2的 可以把它打開來 接著我們要做的就是 每10幀或每5幀 設一個關鍵隱格 看著人物的幅度去做修正 等你把影片片段全都設定完之後 就順跑一次看看 如果有沒有跟上鏡頭的畫面 那就再多設幾個關鍵隱格 這就是平常我做追焦所做的老力活啊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無聊 但成果呢 卻是很舒服的 那我這邊再給大家一個小幾囊啊 如果要做出一點一點放大又追焦的畫面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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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個一個素材這樣放大 來 給大家一個小訣竅 還好還好啊 威力導演有自己的特效格 這邊最多可以拉到5個 只要在這邊拉近放大 然後每一個切開都設置越來越大的數值呢 就會有這種效果啦 噓 不要外流這種好用的東西啊 接著呢 我們進到了下一個單元 也就是我們的貝茲曲線加速 欸 說得很厲害對不對 欸 這其實就只是我們的漸入曲線啊 那 這東西要怎麼玩呢 這東西 可是讓你的畫面不那麼死板的好玩意兒呢 像是這一個 哈 還有這一個 都有用到我們的貝茲曲線加速 這都非常好讓我們去做絲滑的提點重點 如果沒有使用漸入的話 那我們的素材將會非常的死板啊 放大也會放大的看起來笨笨的 看起來就很呆 我們一樣用剛剛的素材來做示範 假設我們原本從沒有變化的畫面 要放大來注重到我們的臉呢 那就要用到放大對不對 是喔 但如果只有放大 就會非常的呆板 但如果呢 我們在這一秒之內 給他用了漸入 讓他的位置與放大的速率 都呈現漸入的狀態 你看 是不是就變得沒有那麼呆板啦 這東西呢 很實用 靈活運用的話 將會成為你最強的武器 前陣子用的最滿意的應該就是這裡啦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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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真的帥! 用到我的電腦都在燒啦 裡面還有運用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之後再做其事 那我們之後就再做其影片來講解吧 最後呢 我來給大家一個小禮物啦 給大家一個 我常用的小轉場給大家 這個轉場也是我最常用來連接兩個段落的轉場 也就是有左至右的奇幻 這東西大約5幀左右 並且都設置進入一等數值 另一個也比較辦理 不過是從畫面外進入 然後再加上推的音效 就可以做成這樣簡單的專長啦 來同學們,咕嚕咕嚕 好啦,今天課程就到這邊了 下期大家如果還有什麼想看想學的 就在留言區告訴我 回想熱烈的話,我再來出第三集 應該是不會到下一年才出 好啦,謝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別忘記點個讚、點個訂閱 當個打賞啦 大家見